各位好 我来跟大家一起从发动机的柴油机的角度 来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下国六部处理的技术开发 首先我的报告呢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国立法规的解读重型柴油机ICI技术开发 还有不同化验机技术的一个对比 首先是国立法规解读 从柴油机方面来讲 国立法规主要包括器物方面排放控制 OBD PEMS排放耐久 远程车载终端生产一致经营和再一复合性 对于柴油机角度讲 OBD PEMS还有排放耐久 生产一致经营再一复合性 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首先大体的介绍一下国立法规 国立法规在WHIC WHTC方面 它的限制跟O6是保持一致的 WNT NOX限制是0.6 可明星瓦时PM是0.06 OBD方面 NOX的限制是1.2 PM是0.025 另外一个增加那个整车排放限制 NOX是0.69 然后PN要求是1.2 乘10的12次方 另外国立法规有部分技术要求 要求分阶段实施 在2020年实施的是国立A 然后2023年实施的是国立B 这两个法规在以下技术方面有一些不同 首先是PAMS方面 在国立B阶段增加了一个偏的一个排放要求 也是在国立B阶段 然后增加了远程车载中端的排放要求 然后在国立A阶段要求的高海拔的排放要求是 1700米 国立B是2400米 然后PAMS一个载核的限制范围 国立A是从是50%以上的载核要求 国立B是10%以上 可以看出国立B比国立A是加盐了 然后国立B的要求也是比O6的一些要求也是加盐的 这一页就指的 就简单的对比了一下国立法规和O6法规的一些区别 首先排放限制和O6的基本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PAMS增加了一个PN的要求 PN是从国立B阶段开始实施 然后PAMS要求典型工况中50%以上的原排 不是95%以上的工况要求是NOX能够是小于等于500PPM 就是针对ICI后的NOX摆放的 然后第四条就是国立法规中要求发动机的原排先行公开 下面这个表格就是简单的对比了一下国立法规和O6法规 首先是排放限制方面 国立法规和O6法规是持平的 两个难度相当 PAMS排放方面 国立法规比O6法规的难度是增加了 它要求尤其是在这个95%以上工况的500PPM的限制要求 O6法规都是没有的 这个底盘测整车底盘测测试这一块国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 整车底盘测试的一些测试的流程 但是在O6法规中是不包含这一块的 再就是OBD方面 OBD方面国立法规还是比O6法规更严格 NOX排放控制也是国立法规的 NOX排放比O6法规的更严格一些 还有最后一项是排放质保期 这个主要是针对N1和M2类的 发动机整车 它的排放的质保期要求是从16万公里增加到了20万公里 这个主要是从发动机厂家开始看我们对国立法规的一些关注点 目前国立法规的关注点首先是从传统的WHIC WHTC 主要是转移到了非排放控制 就是除了一般的排放循环WHIC WTC以外的 比如说整车OBD还有PAMS的一些排放控制 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重点 第二条就是排放控制技术路线的选择 如果明确国立法规就是照着目前的这个征求意见稿 第二版开始实施的话 我们的排放控制路线就要 就要选择是选择冷却一家还是非冷却一家还是高效一家 这个技术路线需要进行重新评估 第三条就是先进行后处理技术 这是从国立法规国务国立法规开始之后 大家都开始一直在做的事情 第四条就是空气系统及后处理系统控制策略的开发 目前几年大家都一直在做的就是后处理控制系统的开发 但是随着法规的加研排放 排放的要求逐渐逐渐严格 然后排温热管理还有空气系统控制策略 目前也是发动机厂家进行关注的一个重点 第二项就是重型车的一个ICR9的开发 首先借对比了一下不同的技术路线 目前比较流行的技术路线有冷却一家再加DUCTPFICR 非冷却一家 然后再就是高效ICR 在高复合的时候一家率 冷却一家的一家率是大约12%到20% 非冷却一家是几乎没有 高效ICR也是没有 在低复合的时候一家率是冷却一家是在20%到30% 非冷却一家是15%到25% 高效ICR也是直接就没有一家率 然后ICR的转化效率 冷却一家的ICR转化效率比较低 90%到92% 非冷却一家是94%到96% 然后高效ICR是96%以上的转化效率 第四项就是一个尿素消耗 冷却一家尿素消耗比较低 这是美国普遍采用的一个技术 就是2%到3% 非冷却一家是5%到7% 高效ICR的尿素消耗最大 在6%以上 作为发动机厂家 我们关注的一些 对这种不同的技术运线 我们关注的重点 首先是冷却一家 它的发动机技术非常的复杂 热负荷也很大 机油更换周期会很短 然后DPF一般是采用主动载身 然后非冷却一家 它具有相对相对较高的尿素消耗 然后发动机控制技术也是比较先进 由于它的ICR转化效率也比较高 所以ICR标定工作量也比较大 对于高效ICR技术 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它的尿素消耗比较大 然后需要非常先进的ICR控制技术 这是一个 我们目前国内主要采用的 一个后处理技术的开发的 包括有一家 DOC加DPF加ICR或者是高效ICR 目前主推的国内主机厂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被动载身为主 然后ICR采用的是先进的一个控制策略方式 先进的闭环控制策略 基于众所主持就是面对国6O6或者是O7以上的排放控制 高效ICR的一个控制策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方式 它具有以下优势 发动机的性能 首先它发动机原排比较高 然后发动机的油耗比较低 然后它的速度排放就是颗粒位的排放也会比较低 然后它的排气系统 由于它的排温发动机的排温是偏高的 然后发动机的热管理就可以做的简单一些 然后发动机的原排NOX比较高 所以它具有足够高的NOX比 然后促进被动再生 再就是它的硅金属涂付量比较少 在DOC和DPF上需要涂付较少的硅金属 然后发动机机体 发动机本体方面能够简化冷却和增压系统 然后降低高率的最高压力 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战 首先是冷态WTC和DPF下的一个ICR起来 因为整体来说 如果要采用高线ICR的话 尤其要面对国6O6甚至O7以上排放法规的话 ICR的转化效率整体要达到很高 所以说冷态WTC的转化效率就成为一个关键 第二条就是ICR转化效率高达97% 第三项就是由尿素减射量过多 然后尿素结晶会比较严重 然后另外如果是没有采用高效的控制策略的话 它的发动机的安泄漏会比较高 会超标 这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考虑的一些 ICR的化学反应 有吸附反应 脱附反应 标准反应 快反应 标准反应 慢反应 安的氧化 安的氧化分在 在气态中的安的氧化 还有一氧化弹的氧化二氧化弹的还原 然后考虑到ICR的输入 氨气 氨气的输入量和ICR下游的氨的一氧化弹 ICR上游的一氧化弹 ICR上游的二氧化弹 然后最终输出的在ICR模型里边的有氨载量 最终的氨的浓度 还有一氧化弹的浓度 二氧化弹的浓度 这是我们在高效ICR控制的开发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基本的因素 这一页主要介绍的是基于化学反应动力性模型的一个ICR的控制 目前我们采用的高效的ICR的控制策略是 将ICR分成N多个slice 就是说第一块的slice的一个输出 作为第二个slice的输入 这样一直推推算到最终的ICR下游的一个排放 这样就是DOC DPF采用的是一个基于物理模型的一个控制 暗线采用的是一个基于暗杵的一个闭框控制 蓝线 粉线是长感细测度的纸 蓝线是模型算出来的纸 然后模型计算的转化效率是86% 然后台价测量的转化效率是85.5% 然后第二个图是清空暗纯属后的第二个WTC循环 就是做一个冷态一个热态 然后模型计算的转化效率在98.2% 台价测量的转化效率是在97% 然后效率偏差都控制在1.5%以内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高效埃下的这个模型还是很准的 第三项就介绍的是一个不同还原剂技术 转出之国内目前有几家厂家在主推一个固天安技术 那么固天安技术跟那个目前主流的尿素喷射系统 尿素尿素系统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灰色的区域就是指的是一个尿素的一个热解水解过程 尿素在150度热解180度以上水解 这就限定了尿素必须在180度以上起喷 甚至是在200度 否则尿素解减溃就会很严重 而固天安呢 目前主流采用的是鱼化丝 在低温下吸氛氨气 然后在高温下释放氨气 就是说在55度的时候开始释放氨气 80度的时候开始大量的释放氨气 这就直接导致就是说固天安系统 它可以在低温下起喷 甚至在100度以上 它就可以实现喷射 固天安系统目前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就是它没有尿素结晶 它直接喷射的是气氛氨气 然后没有尿素结晶就导致 现在的固天安技术 它的混合器设计可以更加简单 甚至可以直接用一个混合段 然后替代混合器 它可以实现低温喷射120度到180度 然后另外一个限制固天安技术 开发的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控制策略开发难度很大 它在部分区域的控制 喷射的精度很差 就比如说因为它的过天安的技术 它的喷射是基于气体的压力和温度进行控制 所以在小喷射量和大喷射量下 它的喷射精度跟尿素系统的喷射精度差的是比较大的 这是国内主推固天安的两家厂商 一个是福吉亚一个是基于中心 从图片可以看出来福吉亚的它的那个 福吉亚系统体积很小重量也很轻 基于中心的它的体积是稍微大一些 福吉亚它的福吉亚系统主要是电价热 然后需要提前整车上电 然后对福吉亚进行链压 它主要面向公交皇位 还有一些城市用车 还有部分清卡 续航能力大概是七千公里 体积小 它的优势就是体积小 重量7 重量轻 然后便于整车布置 它的缺点就是它电加热 然后会对发动机的油耗产生一定的损失 机灵重心呢 它的固天然系统是基于废气加热的 然后在起车大概10分钟到半小时之内 然后固天然系统能够减压 它主要是面向90以上的一个中卡 续航能力是1万公里 然后由于它是费锡加热的 它除了会对发动机的被压会 它不会再产生额外的油耗 它油耗也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目前固天然系统的几个 基于固天然系统的一些控策略 主要是一些控制方式 首先第一个就是吉林中心的 这就是吉林中心的固天安系统 它主要是在发动机经过ICR后 然后将尾气引入到固天安加热 这里有个三通法 可以通过控制尾气的一个加热量 然后释放安器 释放安器之后经过一个气轨 直接喷射到ICR前 它这个系统 这一块会产生一定的被压 然后对发动机油耗 会有很少的损失 但是它这个系统 它的由于是废气加热 所以说它的喷射的稳定性和喷射的精度 会有一定的损失 这个是福吉亚采用的一个MX 公司的一个电加热系统 主要是通过电加热丝 然后通过一个电汲单元 然后实现一个安器的喷射 这是韩国一个 一个在论文中找到一个固天安系统 它主要是将尿素 或者是其他的介质 能够释放安器的 通过电加热释放安器 然后喷射到ICR前 这个是之前FEV论文中找到的一个 它是将安器甲酸 然后也是通过加热 然后释放释放安器 不管是哪一套系统 它的喷射的精度都是 它的控制策略 还是它喷射精度的控制 都是限制这个固天安基础发展 开发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难点 这个是我们前期做实验过程中 评估的一些固天安系统的性能 这个红线指的是 同线下的一个固天安的转化效率 这个粉 这个黄线是同线 的一个转化效率 可以看出 在同线下上固天安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的 它可以实现在160度起盆 就有20%的转化效率 大概在180度的时候 就有80%的转化效率 然后这个蓝线是我们评估的一个低温繁基转化机的一个 固天安的 这个绿线是普通繁基 就是国务用的 普通繁基 固天安的转化效率 可以看出就是说 采用固天安之后 整体的转化效率都可以提升 因为这个尿素它限制的转化效率 限制的起盆温度有限制 采用固天安之后 它整体的转化效率会有所提升 但是 这只是文态点的 如果是看旋态的话 可以看出来 尤其是在WTC循环的 最后一些喷射量 就是说大喷射量 稳定喷射的时候 它的经常会有信号丢失 就是说或者是 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说由于后面的喷射量比较大 然后它释放的暗器 无法满足 满足系统的需求 就是说它的暗器喷射量 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中发现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采用酿素之后 喷射酿素之后 这个它的 暗虾的一个上映的温度 会产生一定的温降 就是说大概有时射度的温降 然后采用固天然之后 却不会产生这个温降 这个系统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就比如说这个图上 像这种双喷酒的应用 如果是采用固天然的话 它的混合器设计 就可以直接简化 或者是直接去掉 然后直接应用在 整车布置上也会比较简单 然后后置余体积也会降低 谢谢